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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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按下成型,上下加热板,即热风加热板门加热开关,并将上下加热板温度设置在100摄氏度左右,热风加热板温度设置在150摄氏度左右。 左手中按下主动器的温度设置在150摄氏度上,連接10摄氏度左右首先载重机再变一下键速度的Boom needed. 校正PVC中心位置 在成型泡源牵引至热风压痕和冲彩工位时 观察泡照是否准确落在热风压痕项目内 如有误差 请调试热风站 压痕站 定位轨道 使其同步对转无误 然后停机上指点 装上铝箔卷筒 装好铝箔 并用手扶住 按下热风升降键 放下热风气缸 填好热风压力 按下手动键开动主电机在PVC和铝箔风合后 观察风合效果 如有不妥 请调整压力 直到满翼后 停机在升级热风气缸 检查冲下的板块泡照有五偏移 如有误差 请调节冲彩站 直到准确位置 观察这个工作流程的运行情况 并检查诚心泡影的外观是否合格 热风效果 批号位置 以及冲彩板块的完整性 一切通常无误后 即可打开 加料楼扎门 按下加料开关 调速键 终止生产 批号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出成型项目 升上热风气缸 拆下电热瓦和加热板电源线 松开热风上磨压板 取下热风下磨 松开热风下磨压板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拔下冷却气管 取下压痕代板和压痕上磨 松开压痕下磨压板 取下压痕下磨压板 取下压痕磨压板 取下压痕磨压板 松开压痕上磨压板 松开压痕下磨压板 取下压痕下磨压板 取下压痕下磨压板 松开压痕下磨压板 取下压痕下磨压板 松开压痕下磨压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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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